第一班 紅油滿好 從台北京宇蘭到花蓮 希望能夠重建社會對紅油滿好的信心 那我現在來到新馬車站 主要是要看看整個備物的狀況 我也以為加油打氣 因為化成這麼大的事故 西陣線12小時就能夠 單線送到大門 東正縣 那是一萬發生的這場縣 在15小時之後 就已經 這個 紅車了 表示說他們都很賣力 很容易再去做這個事情 那接下去呢 我們會去醫院再次探視 住在家務病房那邊 負責任呢 一定要負起責任 這個責任呢 也有法律的責任 也有政治的責任 在這個事情的解決完畢之後呢 我們都一定會來處理 不管是司法單位 或者是行政院 調查小組 都已經一別指出 是彎道加速過快 那彎道加速過快 其中一個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ADP被關掉了 那到底是為什麼關掉 中間的責任會署呢 我們要等到調查小組 訪問 調查清楚之後才要告訴我們 跟社會大眾說明 消息 peak